行政院副院长陈冲确定扶正当隔魁 靠的就是他近37年的专业财经资历 获得马英九肯定 加上他的个性比吴敦义谦逊温和 连民进党立委也乐见他上台 如果只看目前的业绩的话 就好像海豚一样 海豚跳上来你给他一个鱼吃 就这样子 其实金融机构承认人员不应该是海豚 论财经专业 陈冲讲得头头是道 他当任行政院副院长期间 多次指导安全基金 进入台北股市护盘 赢得财经剁手冲歌的缝号 还蛮乐观的啦 不错啦 我们陈冲真的是很棒很棒 专业表现让股民笑呵呵 陈冲今年63岁 虽然是法律 但踏进攻之后 一路都在金融单位打拼 当过证交所董事长 也当过金管会主委 直到2010年 当任行政院副院长表现越来越沉稳 获得马英九赏识 我们希望陈冲接任院长之后 他要停止他的三例退化 脑力 智力 还有体力 停止退化 赶快 整军 面对欧债风暴 连民进党立委都肯定 陈冲接掌隔魁 国民党立委也乐见其成 看来马英九连任之后 第一波人事布局 还算符合外界期待 澳洲人家好彭志华 台北报道